辦公室的人因為他們經常坐得久 令到氣血運行不好 容易令到濕聚主 另一方面他們的飲食習慣不太好 可能是食物定時 可能經常吃很多很鹹的零食 這些都會引起一個浮腫的狀態 在春天的時候我們很注意 一個就是乾氣的蔬菜 所以就可以用一些玫瑰花或菊花泡茶飲 另一方面針對浮腫的問題 也可以用健脾離水 就可以用二人 這些配合一起泡茶飲也可以